我記得他都在25歲的時候 我去找一個設計師剪頭髮 永遠那個設計師剪不出 我要的髮型 然後直到有一次 我在一個熱潮店跟朋友吃飯 然後我朋友就經過了之後 看一下我頭頂 然後就大聲地說 你禿頭 然後我說誰 誰禿頭 誰 後來才發現 已經來不及了 真的啊 我小時候的頭髮是這樣子 木榨區的暴龍岩程序 就是我一位說 你講後來嚴重到怎麼樣 你知道嗎 你是看什麼 以上節目由美術府博士 冠名贊助 好